近日 故宮博物院接連登上熱搜話題榜 先是故宮首次晚間對公眾開放 故宮門票預售網站崩潰 故宮夜場門票炒到9999元 再是故宮闢謠 燈光秀取消 話題總閱讀量達數億次 如今 故宮已成為自帶流量的超級網紅 那麼 故宮是如何進階為網紅的呢? 在2019年2月17日召開的《雅伯利論壇》上 故宮博物院院長山進祥称 故宮博物院的文創產品收入在2017年就已達15億元 其中 在網絡上大火的故宮口紅已賣出90多萬套 故宮的文創生意再次引發關注 小到記事本 手機殼 大到精美茶具 首饰皮包 從彩妝配飾到出行必備 超百件商品在售 其中故宮口紅一經推出就賣斷了貨 此外 故宮還推出了主題壁紙 輸入髮皮膚 以及動漫 就連遊戲都有故宮專屬 我們的優勢主要是文化資源豐富 故宮的產品是一個取之不盡的一個保障 所以在這方面呢 我們優勢就非常明顯 能夠不斷地挖掘 不斷地能夠進行創意 不斷地出一些人們喜歡的這樣的文化創意產品 這是我們的絕對優勢 但是 一些文創產品也因質量和設計等方面問題引發了爭議 山進祥說 在文創這條路上 故宮仍在努力 這些文化創意產品的研發 我的體會就一個呢 一定要注重品質 因為你是博物館的文化產品 一定要有博物館的文化氣息 同時呢 它的無論價格高低 都要這個具有一定的質量 如何讓歷史平易近人生動有趣 成為故宮網紅進階史上的重要議題 據悉 故宮超過186萬件藏品已全部在網上公布 同時 故宮將藏品的三維影像信息 以及古建柱資料傳入網絡平臺 全景故宮項目將讓更多人通過網絡 領略故宮古建柱群的壯美 比如數字地圖 那麼人們故宮1200棟古建柱 它點擊任何一棟可以查閱到我們古建柱信息 故宮收藏的1500塊地毯 人們在這裡可以來調閱 來看我們的這些地毯 有75000件書法作品 人們可以來調閱一幅書法 自己可以臨摸 那麼機器還會給你公眾的打分 比如太棒了 比如慘不忍睹 他自己還可以把它收藏起來 融入科技之後 人們不僅可以和文化遺產互動 還可以通過手機軟件 將故宮的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中 此外 一些熱播的影視節目 持續為故宮引入流量 上心了故宮 我在故宮修文物等 讓故宮持續成為觀眾熱議的話題 網紅之路上 故宮在用好用活文化元素方面 可沒少下功夫 春節前夕賀歲迎翔 紫禁城里過大年 中華老字號故宮過大年 等展覽紛紛舉行 博足了眼球 覺得挺新鮮的 而且我是專門從武漢過來的 第一次嘛 感受一下原來宮廷裡面 這個皇帝過年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景 元宵節當天 故宮首開夜場 酷炫的燈光點亮子進城 門票更是一票難求 我們用FED的光源不擦熱 然後呢 不是一組燈泡 而是一組光源閃射 然後呢 燈具不是掛在古建筑上 而是呢 遠離古建筑兩米 兩米米以上 用十字呢 這個燈座把它固定下來 開燈的時候 我們總配有兩個工作人員在兩邊的指手 這樣的我們用車光錶板注冊敏感隊的光線不能超標 那麼不同的室內不同的這樣的一些光線的強度的配置 故宮夜場能否常態化 山蒂祥說 未來經過評估之後 故宮還將在更多的傳統節日中開放夜場 由此來說 故宮成為網紅並非一日之功 故宮的網紅路能否被複製 還需多方探索